大家好 我是李醫師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是 隆鼻手術後甲體有需要定期更換嗎 理論上不用 但是如果你放的是矽膠的話 矽膠這個物質在我們身體裡面 大概25年到30年以後 它的夾膜會有一些概化的現象 那如果你是皮膚比較薄的人 那你可能會在你的鼻子有放甲體的地方 會有一點點凹脫不平的概化的感覺 那如果有這種情況的話 其實也不是單純的置換夾體就可以了 理論上這個夾體放100年也不會壞 但是那個夾膜可能會產生一些概化 重點是要把那個夾膜的概化給它移除 那夾體可以換個新的 所以大概一般來講如果是矽膠的話 25到30年可能會有這個問題 但是如果放GOTES的話 理論上應該比較不會 但是GOTES這個東西也是比較新的材料 到底30年後它會怎麼樣 我現在也沒有辦法很確定的告訴你 它會怎麼樣 其實枕頭稍微墊高一點 盡量不要讓頭沖血 然後盡量不要吃一些刺激的食物 然後不要去揉鼻子 那其他的話其實洗澡洗點 原則上都可以 因為傷口是縫合的 大概就小心不要裝到 然後盡量多休息 然後血壓維持在比較低 它比較不會腫太誇張 然後消腫會比較快 其實不只是術後 我們術前的話 我們會先問你 有沒有吃一些活血的東西 像是人參、隱性、魚油 或者是你已經有吃阿斯匹林的患者 這個我們可能要請你先停藥兩個禮拜 然後或者是人參、隱性、魚油一樣 都是停藥至少兩個禮拜 我們再來手術 這樣可以減少出血量 那至於術後的話 一樣當然要避免 只用這些活血的食物以外 還有一些比較辛辣 比較刺激的食物 會讓你血壓升高的 盡量都要避免 這樣子會讓你 比較不會有出血的併發症 然後消腫也會比較快 其實跟體質有點關係 如果你本身就是血壓比較高的人 你當然會稍微腫一點 像有些女生 年輕女性 她血壓很低 她其實容緣也不會腫到哪裡去 但是絕對會腫 不總是騙人的 只是程度的差異而已 但是不用擔心這些種都會消 我個人的話 因為我在裡面 我放完夾體後 我會稍微在裡面固定 基本上不大需要用到固定板 除非我有幫它敲骨頭 我的骨頭可能有把它打斷 把它稍微壓扁一點 讓它看起來高挺一點 這樣子的話 有時候我會加一個夾板固定 鼻孔內原則上 就是不會塞棉花 唯一有可能塞棉花 就是我們可能有去 鼻中隔軟骨的時候 為了怕鼻中隔軟骨取掉之後 鼻黏膜腫脹 然後甚至肌血塊在裡面 我們有可能會塞棉花 但是現在幾乎都是用縫的 也不大會塞棉花 另外一個有可能是 比如說下鼻甲手術 或是鼻中隔彎曲手術 通時進行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塞棉花來止血 以免說回到病房 然後一直流血 造成患者的不適 以上就是隆鼻手術夾體 需不需要更換的解答 找一個可信任的醫生 可靠的醫生 也是很重要的喔 謝謝大家